黑海出事了 美国说他们的无人机 诶 坠海 那到底是被打下来 被撞下来 还是发生了什么事呢 俄罗斯说 这跟我没关系啊 是你们自己操控失误啊 我们先来看一下 俄罗斯现在跟美国 两方都有不同的说法 谁说的是真话 真相只有一个 俄罗斯的战机呢 苏凯27 说是有很多的不同的报道 有说在黑海呢 他要去拦截美国的 死神无人机MQ-9 然后呢导致 反正中间发生什么事 目前还不知道 但是呢 现在的情况就是 美国的无人机坠机了 俄罗斯干掉死神了 那现在有很多的说法 美国就说 俄罗斯的军机啊 猛攻他的螺旋桨 还有一个说法是 俄罗斯的军机放游 的这个方式啊 可能导致他们无人机坠毁吗 但俄罗斯也直接回应了 你这就是挑衅行为啊 对不对 黑海是俄罗斯的内海 但黑海离美国这么远 请问美国无人机来干嘛呢 好白宫现在还指控说呢 俄罗斯的行动不安全不专业 整体事件之后 美俄之间的关系是否更紧张呢 谁说的是真话 我们先来看一下最新报道 美国一架死神无人侦察机 在黑海上空飞行时 遭到俄军苏凯27战机撞击 无人机的螺旋桨损坏后坠毁 美军在生命中指出 俄罗斯出动了两架苏凯战机 进行拦截 其中一架多次飞到无人机前面 倾倒燃料 想要使其损坏 无法辨识方向 最后与其相撞 美国驻欧洲空军司令 在生命中指出 俄罗斯这种既不安全 又不专业的行为 几乎导致两架飞机都坠毁 白宫谴责俄机鲁莽 并警告此举游升级局势的风险 但俄国国防部否认撞毁美军无人机 说俄国战机并未与其接触 该架无人机是因为动作角度过大坠毁 而在俄乌前线 两军持续在乌东巴赫姆特区域基站攻防 一段影片显示乌克兰武装部队 以装甲运兵车与步兵扫荡俄军战壕 车上的乌军士兵 以火箭筒与机枪的火力压制 然后下车攻击 美国华盛顿邮报报导 美国和欧洲官员估算 俄军已经伤亡20万人 乌军伤亡近12万 但乌国补充来的新兵 有的不会开枪 没丢过手榴弹 只会瑟瑟发抖 有的听到炮声立刻逃跑 加上乌军的弹药仍然短缺 令春季的反攻前景开律 由于乌克兰呼吁各国提供先进武器 芬兰总理表示不反对商讨 提供乌克兰大黄蜂战机 但立刻引发国内一片疑虑 包括总统国防部长空军司令 都齐声拦阻 记者组合报道 此时问人机到底发生什么事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美国现在很会说违反国际法 美国的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 说这件事情明显违反国际法 那不禁大家要问了 请问这个国际法是美国的国际法 还是全地球人的国际法呢 再来马上的俄罗斯的驻美大使 就被召见了 安东诺夫在面对媒体的时候 也直接告诉大家 我们之前就已经警告过了 不要进入 不要渗透 他也提出了一个论点 我觉得很有道理 如果说今天 俄罗斯的无人机 在纽约或旧金山飞来飞去 请问你美军做何回应 大使你怎么看呢 这一起被大家形容是 碰瓷事件 你觉得是真是假 到底是被击落被打下来 还被撞下来呢 我觉得第一个大概不会 真枪实弹把它打下来 因为打下来就等于开战 那就是说把它撞下来 技术上也有困难 因为我一直研究 它说要猛攻螺旋桨 它那个螺旋桨的位置 你说要去攻它蛮难的 因为它后面那个尾翼很大 你飞机去撞它的螺旋桨 的话你会撞到尾翼 然后这个飞机 你不要小看它 这个虽然是无人机 你知道它背展有多长吗 背展有20公尺 哇 所以是很大台的无人机 非常巨型 对 巨型无人机 那所以我是认为 而且它的时速 可以到480公里 这么快 很快 480公里 虽然它是这个螺旋桨的 那我看它那个螺旋桨的位置 跟它的速度 你说要去撞这个 撞这个无人机 有点划不来 你这个这么空中 你万一没有撞好 两个飞机相撞 而且各位 这个苏凯27 它是有飞行员的 MQ-9是无人机 对 你去撞的话 没撞好自己也受伤 自己也坠落了 对 对不对 我会觉得不会采取这种撞机的 那放油 这个事实上 那技术要很高干 你说放油要放到 那个飞机身上 你说实话 两个都是高速在进行的 你放油怎么放 你不是一个是固定的 一个固定的 一个在飞动 要去集那步 而且你也不知道 它要往哪里飞 对 也不知道 而且这个飞机 它是有 这个虽然无人机 可是它地下有 有一个驾驶员 它富州状况 它很清楚 它也在 跟在打电动玩具一样 这个飞机 这个 这个死神无人机 有三个驾驶员 有负责这个监测的 有负责这些 整个附近环境的 可能攻击的 另外一个就是开飞机的 那他们也等于说 虽然飞机上没有人 可是他周遭环境很清楚 你真的要放油去攻击他的话 可能也没有那么简单 所以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我是觉得 俄罗斯一定有动作 然后他说是对方的动作过大 自行罪毁 对 导致失控罪毁 失控罪毁 什么叫动作过大 所以这个我觉得各说各话 不过有一个报道 我已经看到好多报道在讲 俄罗斯宣称 你进入我的 特别军事行动的禁飞区 他提了这个名词 你知道在美国在打两一战争 美国什么好几战争 他都在你上空画一个禁飞区 谁进来 我就把你击落 这就是乌克兰现在最想要的吗 对 乌克兰也想要一个禁飞区 可是俄罗斯在克里米亚道 有一个所谓特别军事 他现在进这个乌克兰打战 就叫特别军事行动 他有一个特别军事行动的禁飞区 也就是说我不管你什么飞机 你进来的话 就是打下来 就打下来了 那这个禁飞区的话 通常跟你的12海里 领海上空的这个领空线 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俄罗斯大使有讲说 我们已经发出警告 不要进入 不要渗透 那这个显然这个禁飞区 这个无人机可能是没有听这个 那最后怎么搞下来的 最后最后摔下来 这个两边各说各话 不过我是觉得猛攻螺旋桨 到底用什么攻呢 他如果说打机关枪的话 那应该就开火了 美国并没有说开火 中间一定有人在说谎 那其实刚刚大使 我们跟大使也讨论到了 他说如果今天俄罗斯真的有动作 不论是直接碰撞还是怎么样 美国今天应该不会只是说说而已 对不对 美国可能会采取更直接的军事行动 对因为这个就是等于说 你攻击我的军事装备了 而且而且这个会引起 他有报复的这种权力 所以看起来美国处理还蛮低调的 美国只是说你的执行非常粗鲁不专业 这个就是说很粗暴 他说不专业这些 可见就并没有说我受到你的攻击 然后放游算不算攻击 这也不知道 所以其实最近大家会不会发现 这个礼拜是在黑海出事 前几个礼拜 南海也出事 大家还记得吗 美国一样是派了他们侦察机 在南海 然后解放军军机 当然是要去看看你在做什么 然后美国就在那边指控说 解放军离我们太近 造成我们的威胁提出抗议 所以各位你有没有发现 美国在南海飞来飞去 在黑海飞来飞去 在别人家门口飞来飞去 然后到处去说 你们离我太近 你们要把我撞下来等等的 所以从这个事件看来 未来这种误会摩擦 可能会更加的加剧 就是比如说 有实力的国家像俄罗斯 像中国大陆 现在对美国这种 这种叫抵近侦察 你就是在那个灰色地带 很靠近我 你在那边侦察 那他就要把你驱离 这驱离的过程中就很容易 或者擦枪走火 或者甚至有意的发生一些插撞 或者一些事情 那上一次 一二 这个中国大陆曾经跟美国的 那个时候的这个P3C 就是侦察机发生插撞事件 后来中国的那个战斗机分析员 还这个不幸的这个牺牲了 那就是插撞 所以插撞是很危险的 你不要看他说 你去攻击他的无人机 这个苏凯虽然是战斗机 可是这个无人机个头也不小 你要插撞一下 不晓得是谁受伤比较重 所以我觉得这个有一点罗生门 那不过我们这样假设 就是说如果真的是恶意攻击 把这个飞机把它所谓的击毁 或者说撞毁的话 那美国的反应不会这么样的拼 没错 来帮大家介绍一下 美国的MQ-9死神无人机 是美军主打的这个无人机的机型 它的飞行高度 可以飞到一万五千多公尺 它可以携带四枚的地狱火导弹 以及两枚的激光制的 这个制导战药 炸药 那每一架的造价 大概是两千万美元 那么美国什么时候有用呢 其实这几年狂用 伊拉克战争 阿富汗战争 美国都出动了死神无人机 干嘛呢 看到什么目标 锁定 然后以前都是派军机 战斗机去发射飞弹轰炸 但是这几年呢 直接就派无人机去炸 但问题来了 现在有个尴尬的状况 另外苏凯27 算是老飞机了 1977年首飞 但是算是俄罗斯 也还算是主力的战机 它可以长长城 然后重武器 而且灵活性很高 它算是四代战机 现在问题来了 美国很紧张 因为无人机 现在掉到黑海里面去 怎么把它捡回来 怎么回收呢 美国一定非常的怕 因为像是在 俄乌战争的战场上 只要是美军的 很多北约 西方国家送去的武器 据说只要被俄罗斯捡到 他们就送到伊朗去 然后让伊朗去研发 看能不能做出这个什么 有透过这个反制工程 反推工程 看能不能猜解一下 美军这无人机怎么做的 伊朗无人机为什么这么强呢 前几天有看我们 全球大线的好朋友就知道 伊朗就是 也是把这个 美国的无人机 骗用GPS去干扰它 骗它降落之后 然后模仿它的这个无人机 所以现在问题来了 有办法回收吗 毕竟黑海 现在大家就在海里 看谁捞得快 看谁捞得快 谁捞到就谁搭 对啊 不过我觉得俄罗斯 比较有利一点吧 那边是它的海域 是 对它随时它的舰艇都在下面 你美军在那边就不像是在这个 在这个北海一样 那么容易就可以把那个北溪二号干掉 那边都是他们的友邦的地盘 那黑海那一带是 俄罗斯黑海舰队的基地 而且它这个飞机 基本上就是因为太靠近了 俄罗斯黑海舰队的这个 军事设施 所以呢 那就出事了 因为这个死神无人机 我们就说它叫查打一体 就是说它侦查 打击 它两者皆行 那这一次人家就说 它可能没有装弹 它就是纯 纯是侦查的 如果装弹的话更可怕 装弹的话 那就可能真的就叫做开战 就是开战 所以所以事实上的话 装弹的话问题就严重 这种这种无人机 要对付那些比较烂的国家的话 人家一点办法都没有 而且它在天上 一飞就二十几个三十几个小时 对速度不快 可是它的续航力很长 你一般战斗机飞不了那么久 而且这种危险的事件 以前在冷战时期常常上演 所以大家在说 现在要进入新冷战时期吗 帮大家来千轻提要一下 1988年的时候 也是一样 这个在黑海 当时候美国的海军 是约克正号的巡洋舰 然后还有一个驱逐舰 两艘大船 然后到黑海 美国最后的他就说 我这个叫做自由航行权国际法 结果当时候是苏联 苏联就来严正的抗议 结果警告之后 两艘军舰就发生了碰撞事件 这是当时候的照片 这边是美国军舰 然后这边是俄罗斯的军舰 然后最后很有名 因为当时候俄军就说 我奉命撞击你舰 这起事件 然后就真的相撞了 当时候也据说是俄罗斯一直警告 美国 对 因为美国的这个所谓自由航行政策 是在卡特政府时候就推算 70年代就有了 不是等到88年的 什么叫自由航行 美国说 这个按照国际海航法 海航法 当然海航法这个部分是有争议的 他说军事舰艇也可以到12海里 临海里里进行无害通过 无害通过就是说 我不造成你的沿岸国家的伤害 我可以进入你的通过 我可以在你的临海里通过 可是一般国家 很多国家说这个可以 无害通过是可以的 可是军用舰艇是不行的 而且这么敏感要先申请吧 可是美国认定 美国的 他那时候卡特禁说 这个沿岸国家如果限制 我军事舰艇进入你12海里的 自由进行无害通过 你这个叫做过度主张 你海洋权利的沿岸国家 我就不吃你这一套 我就要执行自由航行权 所以美国的军舰 常常就跑到人家12海里面去 然后人家说你侵入我主权 我要对你采取行动 美国说谁说我侵入主权 我是进行无害通过 你知道以我们中华民国的 我们的临海法规定是什么样子 我们是采取你必须要报备 你不报备的话 我就不让你进来 你进来我就要把你 就要采取处置 所以我们也不赞成 美国自由航行 所以美国每次公布一个报告说 这些国家是主张 过分主张临海主权的国家 我们中华民国每次都上榜 你知道 那大陆跟这个越南 还有俄罗斯 他们的更言 他说不是报备 是要核准 你军用舰艇 你要进我12海里 进行无害通过的话 对 你要跟我申请 我同意你才能进来 这合理吧 我不同意的 这是比较合理的 现在一个随便一个军舰 它上面的武器 不要说它随便一个小炮机关枪 打12海里 轻而易举 你军舰看到人家沿海 你炮一退 你几炮就把人家 就把人家城市就毁了 对不对 所以当然这个 对沿岸国家的主权 跟安全是极大的威胁 只有美国人 就美国人就说 我说的对 而且美国可以到别人家 去进行自由航行 但是别人 各位 不能到美国去自由航行 所以这个状况 也让大家就说 未来南海的局势 两岸的局势 是不是更加的兵凶战危 还有一个最新消息 美国的无人机 接下来还会到 离我们很近的地方 新加坡 美国的RQ-4 全球鹰无人机 最近就首都部署在新加坡 来进行 坚贞任务 你看 美国就可以 派这个无人机 到哪里 到哪里 为什么 因为它全世界 军事基地非常的多 但是美国的驻军 真的有带来世界和平吗 我们来看一下 美国的驻军 哇塞 你会想说 这个地球都是美国的吗 为什么它在这么多的国家 我还没有完全标出来 都有军事基地呢 然后等一下我们再来详细地说 现在呢 我们要来看在这个部分 南韩日本 现在美国在干嘛呢 告诉大家 美国在南韩军事演习 美国在菲律宾军事演习 让这个东北亚跟这个南海 你觉得真的有比较和平吗 那下个月美菲呢 又要进行一个史上规模最大的军演 然后澳洲也有可能会参加 但是呢 他们现在打出一个口号叫做什么 叫做抗中 现在已经很明显了 抗中的围堵成一派 然后呢 跟这个中国大陆 大家一起团结的 等于是被美国那些国家制裁的 变成了一派 但是哪一派最有影响力呢 美国在新加坡刚说到了 要部署全球鹰的无人侦察机 美国到底想在南海干嘛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则新闻 韩美史上最长联合军演 为期整整11天 并罕见公开了渡河演习画面 这次演习还将派出尼米兹航母 透过联合航母打击力量训练 增强对北韩的威哲力 不过针对美韩这次军演 大陆外交部批评 是美方拒不回应 北韩无核化措施 美方拒不回应朝方 已采取的无核化措施 反而不断加强对朝 施压威慑 是主要原因 除了东海 美军也同时在南海 操演美飞兼顿联合军演 双方派出超过3000兵力 目的在强化东南亚国家的 领土防御能力 紧接着在4月 美飞又要举行 史上规模最大的联合军事演习 澳洲也有可能参加 并共同寻求对抗中国军事要地 这次演习还将使用爱国者飞弹 全面升级舰指中国大陆意图相当浓厚 除了在印太多个地区军演 美军积极提升军事力量 并首度在新加坡 部署全球鹰无人侦察机 全球鹰拥有超长续航时间 美国空军表示可以达到34小时以上 这也意味着它有能力在夜间起飞 白天流至空中执勤 并在隔天晚上从容返回基地 全球鹰的部署行动恰逢美国海军的 尼米兹号航空母舰以及马金岛号两栖突击舰 率领各自的打击群陷踪南海之际 在这之前两个打击群都曾先后 访问新加坡的张仪海军基地 美军部署全球鹰 无疑希望在美中南海角力 增添微者力 记者黎静综合报导 好 接下来呢 美国在这么多的地方军演 在别人家门口军演 然后拉帮结派跟谁跟谁一起来军演 但是真的会让南海局势比较和平吗 我相信在台湾还有在全世界的华人朋友 大家都会有感觉的 以前美军会让大家觉得 真的是来镇守和平的恐怖主义分子 几十年下来大家发现了 到底谁才是恐怖分子 跟美军 请美军来叫做什么 请神容易送神难 你看光是2021年12月 终于美军撤出伊拉克的作战任务了 但是各位 你知道美军没有走 他们只是换了一个名义留下来 美军2500人变什么 他们变成他们的顾问 变成他们的训练员 那再来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半岛电视台 在2020年 虽然说是三年前 但是他们的资料非常的完全 他告诉大家 美军在全球 七八十个地方部署 然后有八百多个军事基地 加拿大 秘鲁 古巴 西班牙 英国 德国 意大利 土耳其 科威特 沙特 阿拉伯 南南 日本 澳洲 还有更多小的地方 我只是没有列出来而已 天哪 美国到底想干嘛 这张图更让大家觉得 美军在全球插手 称霸全球 所以你说它是 所以美国真的是霸权 对啊 你说它是霸权 霸权又霸凌 它不承认 你觉得它不承认的有道理吗 说它是霸权 有什么不合理吗 很奇怪的 美国说大家都在威胁它 大家都在威胁美国的安全 可是呢 请问一下 这个世界有哪一个国家 计划要攻打美国的 对 没有一个国家有计划 而且谁要打澳洲 谁要打菲律宾 谁要打菲律宾啊 那谁要打泰国 谁要打越南 都是美国在说 对啊 没有一个国 我们比如说我们 我们有说 我们有说要打谁吗 对啊 日本有说要打谁吗 那韩国有说要打谁吗 所以我觉得 好像都是美国人说的 美国人说他受到威胁 国家受到严重威胁 所以要来你家门口 来军演 对啊 请问有人到他家门口 去军演过吗 没有嘛 打得到他的国家很少啊 美国的国家打到他 美国的心态是一个岛国 他是世界上的岛国 他离打得到他国家都很远 打到国家都在欧洲 打到国家在亚洲只有 只有中国大陆 跟朝鲜现在有这个能力 可是美国可以打到 全世界所有的国家 因为他连不要从本土出发 靠他那个800个军事基地 就随时军队就开到你家门口了 而且在日本日本有120个军事基地 美军驻军五万多人 对啊 那他可以说你看我们这样说 我说我隔壁那家 隔壁的隔壁那家 他有可能会来我家偷东西 所以呢 我就呢每天住到他家里面去 然后看着他 以防他将来到我们家来偷东西 对不对 那右边东边又有一家呢 他那个人看起来蛮可怕的 搞不好有一天会来打我 对啊 所以我怎么办呢 我就住到他家里面 每天呢看着他 然后呢 监视着他 让他不敢打我 这就是美国啊 他的理由很奇怪 都是美国现在是 全世界最容易被攻击的国家 大家都要打他 所以呢 我就先把你们都管住 我都把你们牢牢地看着 这是美国的哲学 然后呢 另外呢 他还告诉别人说 你菲律宾小心哦 中国要打你哦 然后呢又跑到这个 跑到这个 跑到这个 伊拉克 又跟说伊拉克你小心哦 叙利亚要打你哦 然后呢 这样子我军队派来 我来 我来顾问派来 我军队派进来 所以美国就是这样玩啊 那玩到最后 我们就发觉 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美国的艾森豪总统 下台的时候 跟全世界忏悔说 我觉得美国真的很危险 因为美国有一个怪兽 这个叫美国的军工复合体 军工产业 军火商太强大了 军工复合体呢 他们可能就会因为 他们的利益 在全世界惹是生非 杀人放火 就是这个意思啊 因为如果真的世界和平的话 那些武器谁要买呢 对不对 要买去哪里呢 拜登就没有金主就没钱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南韩日本 导播来给我下一张电视墙 我们看一下 在南韩还有日本的这个驻军 像是韩国的这个 韩国的这个福瑞营区 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这是在南韩的驻军 美军在南韩有73个军事基地 两万六千多名美军 派驻在南韩 光是南韩部分 各位你知道吗 美军来啊 为什么都请神荣义送神奶 他的吃啊基地啊 所有的钱 你要自己出耶 但是你看哦 美国人怎么说 这是时任的驻韩美军司令 布鲁克斯 当时候在这个营区啊 开始进驻的时候 他说啊 因为韩国啊 付了百分之九十的钱嘛 百分之九十的成本 但是我们美国百分之百 与你同在 你觉得这样合理吗 这不是韩国人出了这么多钱 这个是美国呢 最大的海外军事基地 就是在韩国 然后耗资了 一百零八亿美元 嗯 对啊 美国就是这样子啊 而且美国 现在拜登比较不再去跟人家算 算这些小账了 川普的时候 跟韩国 跟日本都讲了 说你们自己 你们钱出的不够啊 要多出啊 那那个时候 美国打伊拉克的时候 结果后来一算 美国人出的钱不是最多的 出的最多是日本 啊 居然是日本 然后美国一打仗就说 你们这盟邦都出钱 因为我老大准备出去出征了 准备出政了 那你们通通要给我出钱 结果伊拉克战争 那时候我记得算起来以后 日本人出的最多 所以 所以美国这个 这个真的是 真的是摆 好像真的是大伪流氓 真的是大伪流氓 作风 然后收保附会 然后呢 他出去啊 这个杀人放火 你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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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要给他出车费 你要给他出旅馆费 就这样子 对啊 你看像日本啊 这120个军事基地啊 武汉多名美军在日本啊 日本的纳税人要付钱啊 要付钱啊 对啊 所以以前大家会说 美国如果是带来世界和平 那大家也就认了 但是 时代变迁 现在大家觉得 真的 美军的壮大 真的是世界和平吗 谁才是世界威胁呢 美国人的壮大 美国人的壮大 美国人的壮大